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这里还说,乔治亚大学环境工程学系教授贾贝克指出,上榜国家大多数经济发展急速,但基建就说不上报伐,所以就令到他们将塑胶垃圾排入大海。 哦,是呀,如果目前的处理方式维持不变的话,去到2025年的时候,一年会有1.55亿公斤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。 大量塑胶垃圾流入海洋,首先会冲击生态系统,它们会沉入海底,然后又被冲上海岸,又或者会被海浪分解成小小粒子,就会释放出毒素。 嗯,不单止这样,大型的塑胶垃圾很容易会潜上鲤鱼等的海洋生物,令到它们行动受限,导致饒饿,甚至窒息死亡。 而小型的塑胶垃圾就会被海洋生物误吞,科学家近期去到大太平洋的垃圾大道考察,发现在样本里面有35%曾经吞食塑胶粒,而体积大的塑胶垃圾会阻塞消化度,导致它们因为饥饿或者感染疾病而死亡。 当我们吃了一些受感染的海洋生物的时候,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,甚至影响食物链,危害生态。 塑胶垃圾飘在海上面破坏警官,观光业也会受到影响,哎,问题真的很严重。 其实,如果前20个垃圾製造国家可以将处理不当的垃圾量减半,这样总量就会减少41%。 由于环境限制,科学家通常都偏好于运用低科技, 更小用的方法,就像南韩、美国、日本那样。 政府通常都用廢器物管理方法,向回收打与工具的原文发放奖金, 减少鱼具垃圾,将垃圾转化作能源。 哇,这个方法简直一举数得,而欧盟就计划减少80%的胶袋用量。 嗯,爱尔兰它决定进行胶袋征费,而意大利也决定限制胶袋厚度,来减少资源浪费。 除了政府着力解决之外,我们都可以透过自身努力作出改变, 例如攀带环保袋,小用法布膠盒等。 各位同学,你们又有什么建议呢? 答案纸已经放在中一至中三的地名簿里面, 同学可以用纸写下办法,再放在校务署外的纸箱。 答案纸最好的三位同学还可以获得小礼物, 还不快点来写? 词词曲码 ismaisma CDs 召唤 popul勉 字幕аго ete